那我们现在是在早上的这个江仪村的一个海边 那每天低潮的时候呢 就有各种的各样的海洋的生物 我们看到这里很漂亮的一片的海藻 然后呢就会有各种各样很多的一个造型 这个挺特别的就是海胆 那那个海胆是蛮有趣的 它是懂得伪装自己 所以身边呢身上呢都会放了各种各样的海草啊 或者是那个贝壳一类的 那旁边呢我们看到有什么 这是海参 那海参呢其实呢是一种很有趣的一种 那个海洋的一个生物 它会把那个沙石呢就是吸进它里面 就是它会找它要吃东西 然后又排出来一圈一圈的那个粪便呢 是看起来挺好笑的 你看它还会在动 我们看到旁边呢就是很漂亮的一个海参 那海参也是一种很神奇的一个海洋生物呢 它其实是断了一节之后呢 它是能够再长回来的 但是呢就不能断掉那个它的那个嘴巴 它的嘴巴就在那个海心中间的那个下面 那是它吃饭的一个部位 它就像饼干 mín一样的一样的好点一样的 就像鞋子一样的一样的生活 说明是这样的一样的 这个地方就像那样的那样的一样的 这种子一样的一样的